自中途職業技術學校從某流社交平台得色有學生被拘打的事件後 以通報司法警察局關注少年組 並協助學生、家長、報案追究 加車局已即時派出學生護盜員會 其他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管道服務 並獲蓄該學校高層海線跟進事件 檢視及加強校園暴力的餘防措施並提交報告 以保障學生在校園內外的安全 加車局呼籲傷害他人身體事業重罪行 一經定罪會被判處監禁或科書民間並留有案例 切勿以身示範 我們現在將電台交給他們